唉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坐在家一个多月了 我已经开始想念开车的日子 还有载着妹子上山看星星的时候 那今天就到我来和大家分享我所开的车子 也就是这台 Volkswagen Gator 现在就让我来和大家分享 我开着它的点点地力以及用后感受 为什么会是它呢? 其实我和 Volkswagen 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我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他们就推出了这个 New Beetle 然后他们集团的 Audi 也是发表了这个 Audi TT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两台车设计很酷很帅 加上那时候 Volkswagen 的车子 它们主打的是很扎实还有很精准的组装 内装方面也是非常的精细还有高品质 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一个牌子有一定的好感了 后来上了大学过后 我有个朋友就买了一台 Mk5 的 Golf GTI 我上了它的车转一圈 Casuna Cas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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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要的味道 不过我真正成为 Volkswagen 车主 则是到了我出来社会工作以后 那个时候我开的这个日系老车 刚好是有点问题啦 我就兴起了要换车的念头 我想买回系细 segment 车 可是我的 budget 又不高 所以我就开始上网找那些二手系 segment 的车子啦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 诶? Volkswagen 有很多这个 Jetta 的准型车要卖 而且它的这个价格 只是在我的 budget 上一点点罢了 超出一点点啦 那时候我就想 不然我就抱着看看的心态去试车 结果一去到那边试车了过 冤王 我晚上睡觉做梦 都会梦到这个 Twin Charge 的铁背感 不过当时这个 Volkswagen 其实在我国 就是它的名声最低潮的时候 所以就算我很喜欢这个牌子啦 我也对它的这个可靠还有耐用度方面 是有所怀疑的 所以其实我间中也是花了一个大概半年的时间去做功课 包括加入这个 Volkswagen 的车主俱乐部啦 那在这里我也是要感谢这个车友群 他们很热心 在我还没有买车之前喔 他们就已经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 TT 然后和我分享他们真正的用车感受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 DSG 变速箱 已经开始在改良当中 在这里我也是要感谢 Uncle YS Gong 的儿子 Ivan Gong 在那个时候他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让我做了一个很充足的心理建设还有心理准备啦 我知道我可以 handle 这辆车 然后用车成本方面我也是 cover得到 所以我就决定 OK 去买车 后来找啊找啊找就找到这一台 当时注册不到一年的准型车 去看了车过后觉得满意 就把它带回家了 那这台车不知不觉我是开了4年多啦 你问我喜欢它什么啊 首先当初我会对它一见中心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的驾驶感 它的底盘很扎实 然后它这一具现在已经停产的 Twin Charge Engine 它因为有 Super Charger 的关系 所以它的起步特别的猛 我以前还用这16寸的原装 Rim 的时候 我试过有几次啦 在红绿灯 轻灯的时候 踩油不小心踩太大力点 结果 这辆车打落 那除了起步以外啊 这一具 Engine 它的中段加速 因为有 Turbo 的关系 其实也是蛮猛的 加上这个七速双离合 它的那个换挡时候呢 有一种快感 整个加速的感觉就让我觉得 哇 非常的爽 我觉得这个快感哦 同级之中啊 基本上是没有其他车可以给到啦 就连现在 Volkswagen 的新车都给不到这个快感 当然 Golf GTX 和 Golf R 是例外啦 那除了动力以外啊 我还很喜欢它很扎实的组装 这方面呢 真的是跟我当年所认识的 Volkswagen 是一样的 呃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啊 它的后座空间咯 其实不输 Civic 然后那个尾箱啊 是大到有时候我都有点怀疑啦 从不到这样鬼大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台车它除了有力以外 它还很省油 而且是你 City Drive 也好 长途开也好 它都很省油 这辆车的油缸是56L 顺顺开的话 综合油耗700-800多公里 基本上不是问题的 那如果你跑长途乖乖110这样子开的话 可能还会开到900多公里 就连我平时用这个黄金右脚这样子 在 City Drive Boost 一下 Boost 一下啊 都可以开到一个500多公里 至于不喜欢的地方呢 我觉得它的内装啦 相比起同期的 Golf 它的塑胶感就稍微比较重了一点 它旁边的门板其实是没有软塑胶的 全部都是 Plastic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质感上虽然摸起来 它的质感是很好 可是因为它的设计的关系 看起来 就有点比较简陋的感觉啦 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呢 我已经是完美解决了 这个缺点是 它的这个车门框上面是有一个 英文叫 Felt 啦 这个材质是有点像绒布这样 那这个东西呢 BMW 的车也是有 然后同样也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它和这个车身 接触住了过后 它摩擦然后它就会产生异响 当你开车车的时候 你听到这个异响 你会觉得这两车好像要闪掉了 好像很旧的车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在车友群里面就有人教我 就是买那个 Velcro 直接贴在这个绒布上面 然后真的是完美解决这个异响 我现在开着这台车 完全展现了它的这个隔音表现 这台车它的隔音啊 我不敢讲奔驰啦 可是如果和宝马比的话 我觉得它真的是比得过 那这台车我在2016年买到现在 也是不知不觉就开了一个四年多 里数也开了9万4200公里 在这期间 这台车子 从来没有给我任何的问题 没有坏过 没有故障过 也没有上过吊车 而且重点是很多人讲 这台车牙箱很容易坏 我的牙箱 不止没有坏过 也没有换过任何的部件 全部都还是原装的 9万多公里哦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我必须说的是啦 我是一个会定期打开引擎盖 检查引擎的机油有没有少 然后可能周边的油油水水 还有部件也没有异常等等的人 我觉得你要开欧系车的话 你最少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那除了这一点以外 我觉得还有一方面 就是我的驾驶方式了 很多人都以为这个DH 双离合变速箱 是自拍变速箱 照理来说它应该算是 电子化的手拍变速箱 那许多人讲这个牙箱坏 其实这个牙箱是不会坏的 它坏的地方其实是两样东西 那第一个就是它的双离合器 也就是Clutch Pack 第二个则是被称为Mechatronic 的东西 这个Mechatronic 它的功能主要是 帮你踩离合然后换挡 简单来讲就是取代你的左脚 来做这个动作的一个电子系统 那其实这个Mechatronic 在欧洲那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来到我们这里 因为我们这边有Traffic Jam 又有CB Drive 那问题就来了 因为在塞车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用开自拍车的方式来开这台车 那就是你的脚一直踩在brake上面 踩放踩放甚至有时候可能是 踩一点放一点这样 来让那个车子慢慢向前移 如果我问你啦 今天你开开手拍车的话 你会这样子开吗? 不会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样子做的话 Clutch 皮也就是你的离合器 很快就会耗鼠 同样的在DSG 的车子身上 也是会有这个问题 它为了给你一个很平顺的驾驶感觉 加上这个DSG它的这个档位很密 所以哦 其实在你这样走走停停的时候 它很大可能会一直在1号档2号档 之间这样子切换 一直1 2 1 2 1 2这样子换 这个离合器它就会一直耗鼠 因为它会一直在处于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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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Mechatronic了 这个Mechatronic呢 它其实在工作的时候 它是会产生一定的一个热量的 那你想象一下 如果它一直这样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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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这样工作 然后加上可能还有Half Clutch 的一个模式的话 它其实是会一直在产生的热量 久了它就会过热 那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讲 这个Wet Clutch 呢 会比Dry Clutch 还要更加耐 因为Wet Clutch 它其实是有液体来为这个Mechatronic降稳的 而Dry Clutch 它则没有 所以简单来讲 在长期一直这样子高温工作下的Dry Clutch 它的这个Mechatronic 是比较容易会过热的 过热的话 它的变速箱就可能会故障 可能经不到牙 严重起来可能直接坏在路边 也就是所谓的坏牙箱 所以基本上来说 你在开DHG 的车子的时候 你其实不应该以开自排车的方式来开它 你反而应该以开手排车的方式来开它 好像我本身呢 我在遇到Traffic Jam 或者是可能走走停停的CD Drive 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是会使用这个手动模式 也就是将这个档位 锁在1号档 然后向前慢慢走 虽然说一直锁在这个1号档 开起来有时候会有点猝 没有那么舒服 但是可以大大延长这个双离合器 还有Mechatronic 有寿命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小牺牲是很值得的 很多人就问我 这台车到底会不会难养 会不会有很多问题 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是 这台车这4年多以来 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问题 我是有Claim过东西 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Water Balm 而且重点是这个Water Balm 它不是坏 它只是皮带有点异响 然后我跟原厂说 原厂为了这个安全起见 就直接换一个新的Water Balm 我觉得其实VW就和其他的欧系车一样 你只要懂得照顾它 你只要懂得开的话 基本上它头5年是不会给你任何问题的 那5年以后呢 老实讲啦 平心而论 什么车子都可能会有问题啦 只是问题多和少而已 接下来很多人就会好奇 这一台车保养会不会贵 那我的车其实是因为还有Warranty 所以我是回原厂做Service的 我也坚持回原厂啦 因为在Warranty期间呢 如果你的车子有什么东西坏的话 好像我刚才说的Water Balm 又或者是你的Mekatronic 甚至是Clutch Pack 坏掉的话呢 你回原厂Claim 它都会直接免费换一个新的给你 我可以跟你讲 Water Balm的价钱 在外面大概是千多两千块左右 如果没有错的话 Mekatronic 新的一套要七八千 Recon 的大概在两千多到三千多左右 Clutch Pack 呢 新的我记得原厂价 是大概两千多到三千左右吧 但是他们之前有一个offer就是半价 所以是在千八左右 外面的价钱呢 也是在千多两千块之间 所以这些东西呢 如果是可以Claim的话呢 其实可以省下不少钱了 但是回原厂的话呢 它的这个一次的Service的费用 就可能稍微比较高了一点 那我在这里 我就拿出我回原厂Service的单 这个单出来 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像它的这个机油 也就是黑油 4L 其实才大概在270块左右 这个是Fully Cinematic 也就是全合成机油 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 OK Oil Filter 的话 70块 Air Filter 130块左右 然后还有什么呢 我在这里看一下 因为我这里还有一张单 是60千的这个Major Service OK 芽油 Transmission Oil 它总数是215零几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 它的这些 黑油啊 芽油啊 这些其实并不会算太贵 我觉得和日系相比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贵在什么呢 它贵在它的这个公司 也就是所谓的人工 它平均一个小时是大概介于160-170块左右 那你如果平时普通Service 的话 它通常都是算一个小时的 可是有时候如果你还有话 买brake 油啊 之类的 它可能就会算一个小时半 那Major Service 的话 基本上是两个小时了 多少钱 你自己算吧 那如果你的车是没有Warranty 了的话 你去外面Service 的话 其实现在外面已经有很多Voxwagon Specialist 那如果你去这地方做保养的话 其实它的那个收费 基本上就和你开日系车是一样的 我有朋友在外面做Service 普通一次Service 大概都是两三百块左右 这台车我买了4年多 它可以算是陪我走了很多风风雨雨 那除了日常代步以外 其实平时偶尔我也会带它和朋友一起去跑跑山路 然后我也会参加这个Waxwagon车友俱乐部 所主办的这个Track Day 去Sepang下赛道 所以无形中它其实是让我的这个驾驶技术 进步了不少啦 重点是我4年多这样子抄它 它从来没有坏过也没有任何的扎音 你问我有后悔买这台车吗 我的答案是没有 因为这台车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也开拓了不少视野 重点是当我握着方向盘踩着油门的时候 我的嘴角是上扬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买这台车的时候 很多朋友就给我这个Good的手势 说我很YOLO 其实我觉得人生没有多少年啊 有时候做人真的是不用太过实际 当你难得遇到你真正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只要在你能力范围内 勇敢去追求把它买下来就对了 不用太过去在意别人的想法 也不要让别人的说话来影响到你的决定啊 就算你今天已经是满头白头发了 可是你还是很想看那种飞机尾 大大个这边红色那边红色的Civic 不用怕 敢敢去就对了 诶? 怎么这个好像有点熟的啊?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我的车子的细节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会尽力解答 其实我那天有开一个post 就是问大家 如果对这个Voxwagon 这个牌子 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话呢 可以留言 然后我可以帮忙解答 但我没有想到那个反应那么的热烈 那今天这支影片呢 我是觉得来不及说了那么多 所以我很可能会另外再拍多一支影片 为大家解说 如果想要看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大大力为这个影片按赞 然后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大大力Subscribe下去 还有最重要的是 大大力叫多多人来看我的影片 支持我们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回再见 Bye Bye